先生你好,我是教室衛生局 刚刚你有来电说,想问怎么可以带小朋友去做快筛吗? 我们这些专线其实它并不只是接线生 其实他们都是专业的人员 包括护理师,包括心理师,包括社工师 那在我们的接线的同仁的背后 其实还有专业的一个督导 来指导我们的接线的同仁 去回应民众的各种问题 那当然这个接起来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很多民众有一些情绪 甚至还有骂三支金的 或者是很粗惠的这些语言 我是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针对问题 然后我们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的服务人员 能够很快速的解决你的这些困扰 我想这是我们这些所有服务人员 大家共同的一个心声 那防疫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配合跟努力 那我们这边做好准备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快速的给大家回应 然后给大家这个最正确的一个解答 没关系家属戴上口罩 陪他上计程车这样子好不好 他没办法 所以家人参扶也 我想我今天特别来慰问 我们这个专线的值班的同仁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辛苦 每一个人的电话是一直讲不完 然后从头到尾 那另外其实这个专线的一个服务 其实也可能不像一般的我们民众 大家理解说那个电话一接起来 很快就可以把一个个案处理完了 其实他们往往接起来 有时候是五分钟十分钟 甚至会超过十分钟 这么长的时间在服务一个个案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除了接线的同仁之外 他旁边还要有辅助的人 比如说很快的立即帮忙查相关的一个资料跟资讯 所以一通电话起来的时候 可能不是一个人在服务 其实他旁边可能还有包括督导 所以可能是两到三个人在服务一通的电话 还有这个回应市民朋友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早到晚24小时的一个专线 有三班的同仁在轮 所以我们有三条的一个 三个不同的一个专线 其实各项这样子有三大组的一个人 一天可能都是要超过一两百人的公务的同仁 在线上帮他做解答跟服务 所以非常的辛苦 所以当然我今天也带了一些慰问品 包括这个基金 还有包括这个琵琶堂的这个侯堂 琵琶糕 来给他们加油打气 那这个疫情的这一场战争是全民防疫的战争 需要每一个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来这个支持跟合作 所以我也在那边呼吁市民朋友打进来这个专线的时候 能够把你想要问的这些重点先准备好 然后用最简短最精准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让他可以很快速的掌握你的状况 然后帮你解决问题 然后呢就把这个时间留给后面需要这个进一步接受服务的 我们其他的一个市民 那另外我也在提醒市民朋友 当你打电话进来之后 你碰到这个盲线 请你不要马上急着把它挂断 因为很多人会打进来 如果你把它这个挂断了之后 你重新打 重新打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运气很好 在一通电话跟另外一通电话中间 刚好你切进来 你才打得进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你打进来了 稍微微停一下 那个大概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电话的总机 他会自己会去做跳号 会去做寻 只要一有这个空号出来 他会马上自动电脑把你转接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打我们专线电话的一个贴心的小提醒 然后这样子这个接通的一个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我想全民防疫 那接下来呢 中央的一个疫苗波发下来之后 我们也会进一步思考开设这个集中的一个施打战 让大家的这个疫苗施打的一个这个意愿能够得到这个完成跟满足 这个这一部分我们会尽快的来做这个集中施打战的一个开设 好像这些同仁他们不只是在电话线上面 也透过这个电脑保护线上来做一个问题 是 因为民众的问题非常的多 而且五花八门 那有一些人他觉得他自己是确诊者 可是实际上他并不是 所以我们还要必须透过法传的系统 去做相关资料的一个校正跟校对 那有一些民众可能太紧张了 他可能把他的电话可能也留错了 少了一个号码或者是那个最后一个号码是填错的 那这个也会造成了后续在联系服务上的一些困扰 所以民众打进来最好是做好准备 你要这个问的问题讲的重点 你的基本资料都能够正确 我想我们可以加快服务的一个脚步 记者黄论生 基督报导